目前北海道我们促销行程的部分已经全数而满了 女营社业务电话接到手软 通通在询问北海道旅行补助团还能不能报名 日本政府为了振兴北海道观光 预计发放80亿日元补助金 台湾包括了可乐 山部 雄狮 灿兴 东南 凤凰 五福等20家的旅行社都审核通过 像是这间旅行社北海道团费含税只要19888元 比市价便宜了1万多元 上午11点推出网站塞报不到5分钟 团体行程400名都被呛光光 大概有8000多个人在排队 早上10点多就有消费者到我们的门室 就坐在那边等着要抢这个 旅行社业者苦笑 不住团体行程爆满真的不要再抢了 另外一家业者同样也推北海道团2万元有找 限额390名开卖同样秒杀 只是提醒民众团费尽管便宜还是得看行程 吃的住的适不适合 他有指定日期 是你的饭店景点或者是餐厅 北海道冬天上美景 民众抢到便宜好开心 没抢到的都在期待 日本可以再加码 推更多的优惠 이게店上美景点 不止 也许 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